今年桃園地景艺术节 邀请国内外艺术家 与社区居民共同创作 墨西哥艺术家 以南侃溪流水为发响的 河流的形状 用夜路结合木材灯光 在夜间透过光影技术 呈现南侃溪的生态 这个是夜路的暗公教 其实我们有时候 会在河边有看到 完全就是老师结合 社区的居民 他们用工厂的边角料 然后一片一片拼凑上去的 所以到夜间的时候 它里面有发光 特别谢谢有来自法国 有来自墨西哥的艺术家 他们非常用心 创作了这个作品 那第二我们也有 许多的社区小旅行 以及超过40场的活动 那同时我们有 夜间的光雕月光的活动 那同时有桃圆宴 理解到这个桃圆的味道 还有多场的社区活动 带游客走读南侃溪生态 周边虎头山千年遗址烤谷 以及体验一日都市小农 或是跟着阿嬷编织斗笠 以及蒋古斗笠庄的农物记忆等等 以前日本时代时 今年有出4万到5万顶的 炒了那去日本 所以这边的女孩子 她就是手工会编制那个斗笠 以前流行说 你如果没有编炒那个斗笠的话 你是嫁不出去的 所以那帮台湾创造很多外汇 是我们的贴补家用的 因为以前真的没有工厂啊 那就是要靠做手工 那以前的人又刻骨赖脑 真的就整天就坐在那边 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 桃园地景艺术节 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 十七天的展期中 希望大家都能来到现场 感受艺术所传达出的 人与土地间的情感 新桃园亚台电视 胡书霞张延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导